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杂实男子 我是阿杂 我是上恩 哎呀 阿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六天了 哈哈哈哈 听起来真的很累耶 没有啦我工作六天是工作到礼拜二 然后我礼拜三休了一天假 然后再工作到礼拜五 所以我就是等于两个礼拜目前只有休了一天假 所以你上周末六日两天是都要上班 我都在上班啊 我去高雄支援一些活动 哎我觉得连上七天真的是会死人的那种 而且你知道连上七天会怎么样吗 会怎么样 连上七天会犯法 会犯法 哦对所以你们犯法了 所以我修一天啊 再不修就犯法了 因为如果你是彈性公司的话 你不是彈性公司的啊说错 那个叫什么啊 排班人员的话 其实你最多可以瞧到十几天吧 十几天吧 就你不要满十四天就还好 对但不行 我只是一个勤坑勤苦的上班族 对你们就是一些坐在办公室的人 很累耶 我就觉得我最近已经变成一个event team了 我已经是个活动公司的人了 但你不是都甲方吗 你应该有活动公司可以让你移植气势啊 我们会把东西委托给活动公司 就是我们自己的分量已经很高啦 哦不是你们想要爽就对了 我们没有我们也是很忙碌的好不好 哦OK 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录的时候 其实外面风雨好像渐渐的开始要变大 真的吗真的吗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下 正好有两个台风要来袭台湾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啊 你除了工作之外 能不能关心一下社会大事 像是台风 哈哈哈 所以我们是有可能have a holiday的 我们是很有可能会被双台夹击的 双台夹击 那他们可以等到礼拜一再夹吗 我就是这么希望 欸大家都已经在期待就是可能礼拜二会放假 蛤 而且我跟你讲 这次的来夹击的台风啊 他们的名字可都是很酷炫的 怎么说 一个是燕子台风 燕子台风 另外一个台风啊 他是很古典的 怎么说 他叫做巴哈 不是不是 方向差不多对了 那是莫扎特 但是他的古典是往中国方向去古典的 哦李白 不是 他叫山陀儿 山陀儿是什么 哦 山是那个高山的山 嗯 陀是陀螺的陀 儿是儿子的儿 天啊 山陀儿 这什么草东式的 哈哈哈 草东式的台风 那没有他好像是一种热带水果还是什么植物的名字 山竹 之类的之类的 但我就一直都觉得山陀儿这个名字 听起来很像那个 可能是某个山寨大王的儿子之类的名字 哈哈哈 好啦我只要跟他讲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 啊 所以我一直在期望着就是在节目播出的当下 我已经在放假了 被夹击中 夹得我好辛苦 能亏缩在家里 我希望就是台湾一切安好可是放假 哈哈哈 这是每一个上班族最微不足道的心愿 我相信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啦 没错 没错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 我其实连续工作了六天我有放一天假嘛 嗯 所以其实我那天其实也非常的焦虑 就是想说惨了惨了 我们录音的时间快要到了 可是一直就是想不到大家还要录什么 嗯 我其实那时候也有犹豫要录一部片 就是Netflix最近刚上来叫做 哦他的名字好难记哦 嗯 梅内德斯世青兄弟的 啊听起来就好恐怖 对他是改编至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件 好好好 我就趁着那一天休假把他全部都看完了 是 然后我觉得说哦好好看哦 最喜欢这种变态杀人的案子 哦真的很怕耶 没有我觉得 这也是我们跟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聊的主题有关系 我自己算高明吗 就是对我对于这种 高明 敏感度啊 啊高明 对啊高明 我刚刚我刚想说你说你自己很高明 真的好不要脸 So smart 不是那种高明 是高敏感度啊 ok 对啊就很sensitive啊 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他们情感上有很压抑或是很激烈 然后有很多情绪 我真的看了会觉得心里很累 哦可是你知道我后来在网络上有看到另外一个说法 是 他说高明人的确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就是像你这样子 对 就是很多东西你会没有办法承受 就刺激太大了 对我脑袋的刺激太大 对但我后来有发现了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 有些高明人他会有另外一个倾向 什么倾向 我后来就想想我搞不好有这个倾向 什么 因为就是看这种刺激的东西会变成 极限运动 哦 就是你是高明人 你明明接受这个东西刺激对人讲的太强了 但是你看了之后就说 哦 我知道我知道 你就是喜欢那种什么自习是性爱 你 说吧 什么 不准剪掉 我是合家观赏的那个节目 OK OK 你就说格雷五十道阴影 我觉得那个很轻度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超轻度的好了 你看 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啊 那你看过你也会觉得很还好好不好 哦真的吗 还好都不是 你为什么对我的性取向这么的有自信呢 没有 其实我本来对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世青兄弟 是真的有一点点好奇 是是是 是因为他是一个Netflix上面的系列影集 哦 就他们都会翻拍那个重大刑案 有趣之处 倒不是看暴力凶残的画面 而是你会想要知道说 他们的心里是怎么走到这一块 哦我就是因为 我是对于人非常的好奇 我就是因为跟着他去思考人怎么走到那一块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啊 啊 我反而不是真的很怕什么凶 因为凶他就是 这样直接 那我也觉得 忍一下就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长时间的压抑 那种精神不稳定的状态 其实是有可能把我拉的 我整个人都很不好 你不小心会跟他同步 我觉得有耶 这也是要讲到我的三大女神之一啊 上爷树里啊 OKOK 他年轻的时候有拍过一部片叫做 电影奇人梦 电影奇人梦 整部片就是郁郁寡欢 然后他其实没有真的恐怖或什么的嘛 不恐怖啊 对啊 他就是一个文艺片 可是我看完之后 我的确心情就非常的 压抑了好一阵子 而且我觉得他的结局好像印象都蛮灰凉的 对就是灰凉的那种结局 心里的某一块好像可以理解他的感受 绕不出去 会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会特别喜欢看一些开开心心的啊 欢欢乐乐的啊 你不喜欢极限运动吗 这很奇妙耶 因为我是一个事实上会去玩极限运动的人耶 比如说我会玩滑板啊 滑板还好啦 滑板怎么会还好 滑板它就是极限运动啊 没有滑板你如果只是在路上滑的话 当然还好啊 要看你有做什么事情 我还蛮建议你这一句好滑看的 没有啊就是最基本的 譬如说你从U型版上滑下来 就它其实就很恐怖啊 年轻的时候也有练过那个特技单车啊 就那个BMX什么 就是你喜欢肉体上的极限 而不喜欢心理上的极限 诶有可能哦 所以在阿杂看这么恐怖的作品的同时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什么 叫做正相反的你跟我 这这什么轻小说的书名 对就是应该说它是一个 日本高中校园 对 然后女主角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 很外向的依人 然后可是男主角是一个冷静 然后很有自我原则 对 然后可是因为女主角 虽然看起来很活泼好动 然后看起来很受欢迎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认真在讨好 其他身边的人 讨好型人格啦 对对对 那那个哀人呢就是男主角 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好像 跟大家没有很熟悉的人 可是他对于所有事情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跟原则 是的 然后于是我们这个女主角呢 就觉得哇 男主角这样的性格好酷喔 可是男主角其实也默默觉得 女主角就是 这样子活力四射 活力四射 然后非常的光鲜亮丽 然后总会带给他生活很多欢笑 他会在旁边默默的磕磕的笑这样子 所以是个爱情喜剧吗 对啊对啊对啊 是漫画 是漫画 然后再来是呢 因为他们是班上的同学嘛 陆陆续续班上就有几个 看似性格对立的两个人 对 慢慢的走在一起的故事 一群人在谈恋爱的故事 一群相反的人在谈恋爱的故事 蛤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再来是 为什么我会很喜欢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画风很漂亮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浦浦风 应该会蛮喜欢这种 他不是单纯的就是黑白线稿 就是一样他也是黑白线稿来 但是蛮常有彩土 那个画法蛮近代的 蛮耳目一新的 对蛮耳目一新 蛮modern的 有一种潮感 摩登是不是 摩登说出来就很不潮 你真的是很下流欸 而且我刚刚就想说 好我就简单代过 就上一整个完整介绍完整个漫画 哇爽啊我跟你讲 就是生活中啊 不要都看一些压抑的东西啊 因为我这礼拜绝大多数 之前已经被阿杂逼着 看一些压抑的东西了 好啦我觉得前面的废话 真的是好多好多 嗯我们也开始进入重点了 然后开场前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要记得订阅我们的Podcast 也可以五星跟留言哦 嗯然后也要记得在IG上面搜寻 杂食男子来追踪我们啦 没错 这边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的算是 蛮不丢席的啦 也算是随便从资料库中 拿出来一个录一下 蛤 诶是啊不然勒 没有我们从资料库中 拿出来录一下 但是没有随便的吧 当然没有随便啊 你刚说随便啊 我说随便从资料库中拿出来 哦哦 拿出来这个动作是随便的 但是录他的时候是认真的 哦 ok ok 我想说 你他妈也是叫我看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告诉我你很随便 让我有点气气 但是我觉得我也要跟上恩商吉一样 我要先打个预防针 啊啊今天的科普啊 都是我一些个人的心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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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不起推敲的我跟你讲 经不起的 你细细思考就会发现说 诶好像蛮多漏洞的 对我们也没有要看物 因为你说的都对 我们要聊的啊 就是鼎鼎大名 大家一定都听过的东西 哦 叫做克苏鲁神话 哦 克苏鲁神话有到鼎鼎大名吗 会吗我觉得大家都听过啊 我觉得这几年的确是有比较红 最近可能五年内吧 没有啦 这十几年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有听过啦 真的假的 你只要有在玩游戏啊 或是你有在看一些比较恐怖的电影的话 其实多少都会听到这个名词吧 是是是 只是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他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东西 而且搞不好有人也会觉得说 啊这是希腊神话或是什么之类的吗 是不是有一个国家叫克苏鲁 哦 可能我自己个人啦 会想要深入去了解一些他的定义跟设定 其实是最近五年的事情 啊你这么晚才去接触这块是不是 是是是 我今天就要来跟班人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 克苏鲁神话他虽然名字叫做神话 对 可是其实他跟什么希腊神话 北欧神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克苏鲁神话与其说他是神话 或是某一些架构或是某一些核心理念是像这个东西的 只要符合了这些元素的他就是可以被称为说 他借鉴了克苏鲁神话这个类型 我觉得因为希腊神话他是有很明确的人物 对 然后他会有很明确的甚至 这些人物之间有一些亲戚关系 甚至你会觉得说他是有写死的史实的 有些故事是固定的 对对对那我会觉得克苏鲁 你说风格可能是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世界观 对我的形容是世界观 对啊 就是他是一种架构 你是怎么想这整个世界运行的方式的 我会不用世界观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共享一个世界观啊 例如说有一只怪物出现在A作品当中 可是他不一定在B作品中也存在 因为世界很大 你给我出去 哈哈哈哈 现在好难沟通哦 这个世界很大 好啦反正差不多你要这么想也行 对啊 懒得跟你吵 OK 那这个东西克苏鲁神话 他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 他的出现是一个叫做 哇他的名字有够长的 嗯 叫做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克特 Lovecraft 那我来用我的破音文来为大家念一次他的本名 大家会比较好明白哦 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 哈哈哈 有比较好理解吗 好不管了 反正就是Lovecraft 这一个美国的作家 我看到蛮多人都会叫他Lovecraft啊 对啊 Lovecraft 大陆那边都会叫他爱手艺啊 对爱手艺 很幽默 因为Lovecraft就是爱跟手艺 我觉得差不多了你的英文教师可以挺的 哈哈哈 反正他是一个美国作家啦 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哦 就是当初这位爱手艺先生 他在创作第一部克苏鲁的小说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这一个系列命名为就是克苏鲁神话 啊 他并没有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体系 啊 之所以会有克苏鲁神话这个体系 其实是因为太多人喜欢这个东西了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归类成 只要有这些元素的都叫做克苏鲁神话 OK 所以他到底写了什么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小说 就叫做克苏鲁的呼唤哦 还有另外一部我没有写在我们的大纲里面 可是可能很多人听过的叫做疯狂山脉 哦 疯狂山脉你如果是有在玩桌游的人 你也会知道有一款桌游也叫做疯狂山脉 他就是改编这个小说的哦 是这样子 那个桌游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定就是Sange啊 Sange 你有听过这个东西吗 有听过 Sange就是一个人的理智程度嘛 所以有的人会说掉Sange啊 嗯掉Sange 对就意思就是说你的 很久没有洗澡 身上会掉Sange 好烂喔 没有啊就是说你的理智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之下 逐渐的丧失理智 哦会崩溃 那就是那一款桌游里面的设计 哦哼 对所以其实你要说克苏鲁神话很冷门嘛 其实他也是默默的有在影响一些主流文化 或是一些游戏的东西 哦OK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哦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一个小说家的东西啦 可是我相信应该是看不太下去了 对就跟你想要看沙丘一样啊 是不太可能的 好啦我觉得就是聊了前面那些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 就是说他说克苏鲁到底是在攻什么回 啊攻什么回 我觉得我这边要先一个大科普的部分 第一个就要来了 那他的核心里面或是他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啊这个作者 Lovecraft他的小说其实有点像是宇宙主义 嗯 这个宇宙主义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类有限的心智是没有办法理解生命的本质的 是 所以其实宇宙对人类来讲其实是非常陌生而且残酷的 哦 对简单来讲就是他觉得人类是一无所知 因为这个宇宙太大了 too big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无知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个影片 他其实就有在讲说他里面的小说有提到一句话 是 他说人类其实是被困在一座叫做无知的岛屿上面 是 然后外面都是大海 哦 可是人类不该远航 因为充满了危险 就黑暗森林法则啊 有一定的这样的概念 对啊其实我一直以来蛮喜欢克苏鲁就是 其实我还蛮认同这个概念的 而且他的核心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人类最大的恐惧都是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 这个概念其实可以很好理解 嗯 就是说大家都有看鬼片的经验嘛 对 最恐怖的都是鬼还没出来的时候 哦 只要有一个鬼影真的站在你面前 你就会觉得说啊有点开始不恐怖了 哦 因为真实的形象出来了 所以所有克苏鲁神话的故事的起手势 嗯 通常都是一群人或是一个人 对 他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 可是他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是是 有可能是突然有一些异象啊 或是说什么神秘的事件啊 嗯 或是说突然遇到了什么怪物 他无法解释 嗯 大部分的克苏鲁神话都是有这样子的发展方向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够算 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整个宇宙的概念的理解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 我就一直讲嘛 我很喜欢那个MIB里面那个威尔史密斯打开柜子 啊 就是打开柜子里面 他只有一群那个小毛人把威尔史密斯奉作新世界的神 是的 他的手表是那个世界的光芒在每天都会发出声响 没错 然后结果威尔史密斯打开我们的中央车站的某一扇门的时候 看到我们也是一座小小的柜子 我们也只是人家关在柜子里的生物 对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概念的 就是说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理解 其实很有限的 哦 那我们对于海底的这些理解其实也都非常的低 我们甚至探砖地心 也都还在很浅的阶段 地球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对 有更高维度的存在或是有更低维度的存在这件事情 就应该说我是还蛮接受这件事情的 对 可是我觉得克苏鲁神话想的可能没有你那么善良 我觉得 没有啊就是高维度的存在 不一定想要跟你和平相处 应该对我们是 don't fucking care don't fucking care 对这就要牵涉到我要讲的第二个 关于克苏鲁文化的元素 是 克苏鲁的故事里面通常都会有怪物的存在 是 古典的小说里面应该会把它们称为古神或什么之类的 哦 有点像是神奇那样的存在 什么远古支配者 对对对对 旧日支配者 那些但我们今天没要讲那个我觉得那太复杂了 哦真的吗 我我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部分 大家可以补充 因为那块我其实没有很熟 ok 我觉得克苏鲁神话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所谓怪物跟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描述 嗯哼 这些怪物 他其实并不是想要征服人类 或是想要杀人类 也不是想要吃人 我们对他们来讲就是跟蚂蚁一样 嗯 他如果杀了你 那只是他不小心刚好 I don't fucking care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在路上上班的时候 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 嗯 然后那只蚂蚁的爸爸妈妈如果说 为什么这个人类要这么残忍的杀害我们 嗯 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家的小强呢 他们也是个亲耕亲苦的蚂蚁 哈哈哈 之类的 他们在实在上班的路上就被救世的支配者一脚踩死了 对没有错 然后蚂蚁们可能还会讨论说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件事情 对 克苏鲁神话的电影里面 人类对那些怪物们的关系也像是这样 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活生生的经历了一场克苏鲁神话 我今天跟我老婆讲话 他就说我刚去拿Uber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今天刚好在社区的大消毒 ok 所以所有的昆虫蟑螂满地的逃窜 啊在地上翻滚 都在逃窜啊翻滚 天啊这怎么样寻找深入 对没错 我就跟我老婆说 最后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克苏鲁主题 哈哈哈 蟑螂可能在想 我们到底招惹了这一切 到底为什么人类要这样针对我们 对 到底这些骨神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只是克勤克俭的 每天过好每一天 我们也是很辛苦的蟑螂啊 对其实我们不是刻意要杀蟑螂 我们只是所有这种讨厌的昆虫都应该要消失 然后我们可能会说 啊只要每隔这个蟑螂历30天 就会出现一次生态的灭绝 对大灭绝 殊不是没有 如果说清洁人那天没有来的话 这个灭绝就会延后发生 对或是什么台风啊 这个灭绝可能会有前后几天的差异 我觉得这就是克斯福神话 一开始很吸引我的地方 对就是我们人类以为的规律 跟以为的 我们可以跟这个怪物对抗 其实都是一厢情愿 对 就像人类也没有把蟑螂放在眼里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说 的确我们在克斯福的作品 或是甚至电影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一两个所谓的这些骨神 他被人类打败 因为你想嘛 我们人如果被一万只蚂蚁咬也会死吧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 马盖仙 我知道蚂蚁熊兵的故事 马盖仙有跳到蚂蚁里面 又有人死掉吧 但他不会是常态 不会是蚂蚁军团的胜利 对啊你只是杀了一个人 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人 对 会来消毒 对会来消毒 他会带着更庞大的这个洒水器 就像我们之前在四波集有聊到的 《迷雾金魂》 他其实就是一部很经典的 有用到克斯福元素的电影 哦 因为你其实去仔细分析 他里面的剧情跟元素 有不知名的怪物吗 有 然后你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对 然后你很渺小 对很渺小 我觉得克斯福电影很压抑的原因就是 你自己想想看嘛 如果你是一只正在经历社区消毒大灭绝的蟑螂 其实这一切看起来都会很绝望啊 没有任何的深入 真的是耶 然后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就会在你面前一一的 翻度 落下 然后翻度 然后还有不知名的骨神一直经过你旁边 你有可能我随时会被踩死 没有办法 因为你怎么可能打得赢 不能理解的存在 不太可能啊 就是不能理解 甚至连形容都没办法 近年比较流行的讲法就是 我们的维度其实是不同的 好那这边要进行第三个科普了 是不是只要有怪物 对 或是是不是只要他有触手怪物 他就是克斯鲁 开花怪物 是触手章鱼怪 触手 啊那个 Jack Sparrow的那个 啊 对对对对 神鬼奇航 神鬼奇航 他不是有一集的主角也是那个 深海的那个 深海岩王啊 对深海岩王 他不是也是触手怪物吗 他其实好像就是用克斯鲁的形象 哦 对啊就是克斯鲁头嘛 其实克斯鲁头真的很流行耶 没有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就是说 是不是只要有 怪物的存在 对 他其实是不是就有克斯鲁元素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 嗯 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是不是的 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怪物 他其实在电影里面只是作为生物的存在 举例来说 嗯 老师不是人 你有看过吗 老师不是人 好像有耶 就是巧许哈奈特演的啊 反正他就是被外星生物寄生 对 但你觉得像这种算不算克斯鲁 外星生物寄生哦 应该不算吧 我也觉得不算 叮咚叮咚 谢罗谢罗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好怎么说 那里面的怪物都是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 所谓的生物就是他 他需要繁殖 他需要吃 哦哦哦 他出现在这部电影 就你好像可以理解他的行为模式 对 而且他攻击人类是有意义的 疫情就是想要繁衍 哦 然后老师不是人 他就是想要占领地球 是是是 所以这些东西 他其实都不是所谓的克斯鲁 是 因为人类不会想要蚂蚁窝啊 哦 你不会想要去占领蟑螂吧 是是 就蟑螂窝对你没有意义啊 有意义他很脏我不想靠近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想要把他当作家嘛 哦是是是 这些有怪物的电影 虽然他的样子也很恶心 可是我觉得他跟克斯鲁的概念就是完全是不一样 我记得我之前在也是你这次提 然后我看了一些研究的时候 他有讲到克斯鲁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就是unspeakable 就是 不可描述的 对没办法描述的 就是你没办法针对他的行为模式 甚至是他的长相 就像蚂蚁其实很难形容人类的长相 是不是太矮的关系 对啊 他看起来就很高 就是所以说 聪立的高山出现的时候 高山般的巨人 我觉得甚至连巨人都看不到 因为他就只看到脚 啊 他有时候看到手 他有时候看到头 跟虾子摸象一样 诶可是说实话你这样子提到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同理一下蚂蚁 在蚂蚁的眼中 我们应该蛮可怕的诶 啊废话啊 你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脚毛 对啊 毛茸茸的山脉 对没有就是充满藤蔓的一座山丘 对啊好可怕哦 然后他可能弄到耳朵的时候会什么 啊什么这边的脸上的皮肤 比较光滑的时候 啊到了一个很光滑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就 哦好烦哦 就把他弄死了 就是在蚂蚁街就会有一个传说 爬到那个光滑的肌肤之后 可能就会死 不毛之地 是极度危险的禁区 之类的 对 听到克思虎的行动 常常会说 哦这个怪物就是纯粹的邪恶 其实你只是没办法理解他在想什么 你就会觉得他是纯粹的邪恶 他搞不好只是上班要迟到了 他的一举一通都牵涉到你的死亡 所以的确他看起来 以人类的角度来说是很邪恶 可是其实他只是赶着去上班的 他只是想要上班而已 射触骨神 诶这样想搞不好是欸 对啊 天呐天呐我真的要迟到了 你们不要再烦了好不好 或是他跺脚垂墙壁的时候 只是因为他上班被老板骂 有可能 哦我已经连上六天了 你到底要怎样 砰砰砰砰砰砰砰 然后就 还要来管理这个地球 大灭绝 大灭绝 啊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小科普 我相信大家已经对克苏鲁神话 到底在说什么 应该有比较可以理解了 是不是觉得这一集要结束了啊 没有没有 跟大家讲啊 今天聊克苏鲁神话 我们其实主要是针对电影的部分 我有选出来三部 都算是有一些些变化啦 嗯嗯 所以我觉得也还蛮好奇 就是各位听众 如果你也是刚好对克苏鲁神话有兴趣的话 嗯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推荐给阿杂我本人 OK 那我就可以知道哪些片我要避开 你也本来就不会看好不好 好啦 第一部呢 我觉得要介绍克苏鲁电影 大家要来一些古典派的 哦 Classic 对我们要先从它的根本开始 第一部作品就是近年来翻拍的一部新片 叫做星之彩 哎阿娘我也有 想想看这部片看的压力很大 一来是超大我分超多次才把它看完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部片的确是今天三部里面 精神压力会最大的 对阿对阿 因为你开了三部给我 然后我第一部就看这个想说 哦天哪我这个礼拜到底要怎么度过啊 我们要看这些 不会啦就只有这一部而已啊 哦 OK 刚刚为什么会说这部是古典的 是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那个Lovecraft 艾首应先生 艾首应先生它原著出版的 哦天哪 所以最原汁原味 所有最classic的克苏鲁元素 这部片里面都有 都有 上跟被吓得半死 嚇嚇死 他在上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是一部蛮小众的片子 可是他上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 是因为他的男主角其实大有来头 他就赚够了啊 他就买了很多恐龙骨头放在家里 他破产的好不好 就是买恐龙骨头 买到破产啊 就是我们好莱坞的风魔影帝 尼可拉斯凯吉 哎呀国家宝藏啊 我其实有一阵子还蛮喜欢看国家宝藏 国家宝藏 他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人啊 他就是疯疯的没错啊 对然后有时候那个脸看起来真的太苦了 所以你要他演这种新资财 其实是蛮合适的 精神失常的时候特别的适合他 对像他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超深刻 他那个时候明明就是演商业片 然后他演那个face off 哦变脸 对然后他跟那个约翰屈服他 对然后他在知道他自己的脸变成 黑到老大之后他的那种疯狂的那种 看起来很可怜然后 啊怎么样你要为他哭了是不是 没有我就觉得也是让人家精神压力蛮大的 可是我觉得他的演技其实是好的 还不错 要不是因为他就是中间接了一些什么 惡灵战警之类的烂片 惡灵战警也不错啊 他有演那个欸 我最喜欢的 魔法片 叫做魔法师的学徒 这部天不是大烂片吗 听说 是挺烂的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 是heavy魔法迷的话 其实还好 你就会觉得尼可拉斯跑演这个到底是干嘛 哈哈哈 他找错棚了吧 为什么他不适合吗 就是这种片不用用到这种影帝级的人物啊 你随便交个这个 啊他这个B级片的格局而已 嗯对B级片的格局 但是应该是有A级片的预算哦 这种片最可怕了 最可怕 哈哈哈 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蛮喜欢尼可拉斯开机的欸 还行啊还行 他最近这几年他有因为接演小众片翻身 对他的历史定位有提高是不是 对因为本来觉得说他一开始是影帝嘛 然后后来疯了 一直接一些怪片 他只是买了很多恐龙骨头啊 比较浅 我说他疯了是说他在接片的选择上面疯了 哦OK 然后后来最近几年他就开始找回他自己了 他开始接一些小众的片 然后里面的角色都很疯癫 没有他本来就知道他自己是谁 是你们这些影迷一直质疑他 你们一直说你们接什么怪片 但他一直都知道做演或不演的问题而已 哦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怪怪的啦 对啊 然后他最近这几年接受自己 他都接演一些评价很好的怪片 所以这点我也是蛮欣赏他的啦 好啦反正讲了这么久 我就要稍微说一下新之才 这个可怕的故事在说些什么 嗯嗯嗯 他的故事呢就在说我们的男主角凯吉啊 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爸爸 对 他只是长得有点苦而已 很苦好不好 他的老婆是个财务顾问 嗯 他们夫妻俩有三个小孩 一个长女 一个大哥 还有一个小儿子 那这个问题就这样出来了 长女跟大哥谁比较大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欸 看起来好像是大哥比较大吧 这也是我猜的 而且完全不是重点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呢他们一家五口啊 原本是在大城市当中生活 是 但因为老婆她得了乳癌 嗯 然后进行了乳房切除手术嘛 嗯 然后为了要休养 所以他们就一家决定要搬到一个 超级偏僻的山林里面 嗯嗯嗯 的一个农庄里面去生活 对 那边是连收讯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有问题 可是还是有网路啊 她只不能不能视讯电话而已啊 嗯而且好像是离你最近的村落或城市 是需要一两个小时 医院要一个小时啊 对一两个小时的这种车程 就反正非常偏远 欸她附近她很漂亮 她附近还有湖欸 但是呢我们的凯奇在这里做什么呢 她就在这个农庄当中啊 种植一些作物 嗯 还有重点是啊 他们养了一些羊驼 到底是为什么要养羊驼 你要挤羊奶 你不会养羊就好了 其实我也是不太懂为什么 反正他们就在这个偏僻的乡间过着生活啦 是 然后我刚刚提到了羊驼嘛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羊驼 他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可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烂死了 哦他们很重要的 前提是你要看得出来它是羊驼好不好 欸可是我觉得看完这部片里 你会改变对羊驼的想法 就会一点都不可爱 就会觉得说他们不可爱 他们很Terrible 这个一开始的故事 其实都是蛮平静的嘛 除了家里的小小的争执之外 直到有一天啊 有一件诡异的事情 改变了他们的家 有一颗带着奇异光芒的陨石 划破了夜空 击中了他们家农场里面的一口井 它有击到井里面吗 我记得是在井里吧 井错了还在啊 所以Suppose应该不是击中井啊 好反正呢 陨石啊 不是在他们家的农场 就是在井里 烂死 其中一个地方啦好不好 ok 电影里面啊 它其实有把这个陨石的颜色拍出来 嗯 有点像是荧光籽的颜色 泛着那种渐层啊 然后会变色 好像有生命的感觉 我记得它的小说里面是说 这个颜色是不可描述的 就是形容不出那个颜色到底是什么 对可是因为电影没有办法这样子拍啊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奇怪的颜色 是是是是 他们隔天起来 当然是先看看那口井到底怎么了 然后陨石已经不再发光了 嗯哼 可是奇怪的事情 却从这一刻开始发生 是 井边啊 突然长出了鲜艳 而且奇怪的植物 就那些植物是他们平常完全都没看过的 没错 可能还是什么鲜艳的荧光色啊 什么之类这些东西 就连那个井里面飞出来的昆虫 都好像变成异生物 就完全都是没有看过的样子 螳螂 颜色都不一样 对变的五颜六色 而且他们一家人 也开始陆续的出现了 一些可怕的幻觉 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蛮可怕的 然后星之彩的故事 就在这个诡异的氛围开始了 就一切都是从那颗陨石开始的 说到这边我也累了 我就要先问一下 上跟看完这个古典classic的故事 你的感想是什么样的 我的感想就是啊 他只是在描述一群 就是原本生活就过得很压抑的 这些蟑螂们 然后一步一步慢性死亡的故事 家里被放了蟑螂药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原本这家人就过得蛮压抑 蛮不好的了 再加上那个一点绝之后 全部人开始慢性死亡 用极其凄惨的死状死去 对而且他们到处 其实算是个大悲剧 对这个一点绝啊 点下去之后 整个蟑螂窝就变得像 吃了迷幻蘑菇 虽然我没有吃过一样 变得非常的绚丽斑斓 and 没有更多的描述了吗 请问一下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这部电影其实本身 更像是很平铺直序的 把这件事情讲完了 即使是啊 但是他很多我认为 可能是重点的元素 或是他可能想谈的东西 他通通没有谈 就比如说是 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因为看得出来 他们夫妻也没有 有点小问题啦 对就是他们缺乏性生活嘛 对 然后再来是说 子女之间 也是有一些状况的 大女儿很叛逆 然后迷上了奇怪的黑魔法 对 然后大哥很喜欢 跟森林里面的贝贝 一起呼嘛 算是一般满 K9的青少年问题啊 在每个 没有没有 我意思就是说 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 家庭关系并不好 前段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们 每一个人的描述 是有想要去描述 去刻画所谓的人物的角色的 对 但到后面一点都不重要 是 因为后面他们开始被 扑杀之后 他们就进入了 精神异常 以及大逃杀的状态了 啊 对啊 大逃杀 我自己会认为 即便是不可名状的 未知生物 我们还是会想要 保有一点理智 就像我们之前看过 所谓的末日片 他一定都会有一个 leader站出来 嗯 然后带着大家去 试着去找出一些什么 是 然后新之才 里面的确也有一个 类似的leader的角色 是一个唯一 清醒的这个黑人小哥 从头到尾都在大声疾呼 没有人咬他 这里的水不能喝啊 哦 哇你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造喝不误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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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种了植物不要吃啊 哦 怎么种出来 吃起来这么难吃啊 气气气气气 还是继续吃吗 对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那个黑人小哥就是 作为一个旁白的角色 对 但是这一切还是这样子就发生 突然 然后就会觉得很虐 可是我跟你完全相反 这就是他的醍醐味所在啊 好 就是人类 自大以及 你其实以为这种时刻 你可以做些什么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人都是 只能顺着那个悲剧的潮流 一直往下 哦 就是其实人类真的是 做不了什么的 以及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会想象中有一个人领导说 我们一起做一些正确的事吧 可是问题是到底怎么样做 才有办法正确的脱离 高于你范畴的存在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得 你要这样讲的话是 真的是你要对于这一个 克思乌鱼有 一定程度的 很通透的理解 你知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啊 对知道他的逻辑 然后知道这部片想要表达的是 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你回来看他会合理许多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直接看他 对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直接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合理吗 就是他不太符合 也不能说他是商业电影 但是他至少是一部好莱坞电影 哦 对就是他自然要拿出来播 我们会觉得说 他应该有这些起程转合 这些架构 啊 你现在用这样商业片的角度 去期待他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说他 让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哇我忍受了这么大的精神压力 然后你给我看这个 那你真的很不适合看这种很classic的克苏鲁耶 可能是啊 对啊 我觉得classic可能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 那个绝望怎么样你知道吗 要比迷雾金魂再绝望个十倍 有吗有这么夸张是不是 因为他里面的人物很少 因为迷雾金魂至少还有不同的角色 还是有一些英勇性格的人 对然后他有人物的一些策鞋啊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没有耶 就是你就从头到尾就是看着他们五个人 还有森林里的老伯伯也发疯了 再加上画面真的是蛮恶心的 比迷雾金魂恶心非常多 我给你讲 这部片为什么classic 就是他也出现了一个 通常会有的元素 是什么呢 合成兽出现了 大哥哥我们来玩 如果你不要誤导大家哦 如果你把大哥哥我们来玩吧 那个程度的合成兽叫做合成兽的话 那个大概也是十倍 没有所以我那时候看 钢字练心素饰 我就觉得很还好啊 没有钢练的确是还好啊 对啊 的确是还好啊 注意到了吗 我刚前面有提到的 羊驼出现了 哎呦 哇 你没有看到羊驼合成兽 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这也算是 这部片的亮点 对啊 真的有诶 整驼这样 凉凉这样 黏黏的 那这就是克苏鲁的 都会是这种的形式 没有错 充满了黏意 然后有跟 人类结合的那种怪兽 应该是这么讲 如果你想要知道 原汁原味 当初克苏鲁 被创造出来 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去看 一部类似这样的片 但我觉得就是 它就不会是 一部入门片 哦对 它比较是说 你对于克苏鲁整个 架构兴趣 有兴趣之后 你再去看它 你会比较理解 它想要呈现出来的 氛围跟这种绝望感 是为什么 对对对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 你第一部看了 就会爱上说 哦 克苏鲁 yes yes 克苏鲁好棒棒 好棒棒 不是 克苏鲁的入门片 其实就是迷雾惊魂的啦 是啦 是啦 像我觉得新之财 还是有点太深入了 我只能说 它是一部粉丝向的作品 对对对 就是很粉丝向 因为像当初 我会去看新之财 就是因为 我其实蛮好奇 这一部 传说中的小说 被拍成电影 会长什么样子 哦哦哦 所以我就特别去看 就像是你去看《沙丘原著》一样 超胜的感觉 我也不能说我很爱他 嗯 我只能说 很有自己的想法 哈哈哈 OK 以及真的蛮变态的 是是是 然后对于一个就是想要 收集一个猎奇作品的观众来讲 我觉得你会收集到一部 我也不小心收集了呢 我就开脱你的眼界了呢 我没有这样的意愿 但我还是收集了 哈哈哈 好啦好啦 我就跟他讲 可怕的只有第一部好不好 后面接下来介绍的这两部 因为是近代拍的作品 他就已经生的试着 想要跟大多数的人的观影喜好 稍微融合了 对 很明显 我觉得的确如果 大家想要把我们今天讲的 这几部片找来看的话 这个就很适合当作第一部你看的 我觉得他是最轻微的 他就是一部结合了 灾难元素的近代克斯鲁作品 是 他叫做深海中结战 嗯 那个结是结难的结 你知道台湾人最喜欢谐音了 喜欢喜欢喜欢 像这种电影片 他怎么可能不谐音一下 都喜欢都喜欢 这部作品其实当初在 台湾上院线的时候 我有印象 哦哦 因为他的主角是 目光之城的女主角 哦是他吗 你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就是他 我只知道他在里面被呛平凶女 因为他在里面是比较那种 男性化的形象 中性的形象 他是克力之丁史都华演的哦 可是我等要说 我当初在看这部片的预告的时候 我对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他片名曲很烂 他想要把深海跟绝命终结战 连接在一起 所以就取了这一个四不像的片名是吗 没错 反正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 他剧情在演什么 因为他的剧情是非常的单纯 哦 他的故事是在说我们的女主角啊 也就是我们的目光女 他是为未婚夫过世的砖井研究人员 他是机械工程师的感觉吧 对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砖井的地点是非常酷的 他们砖井的地方是在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我记得是玛里亚纳海沟吧 是是是是这很重要耶 对这很重要 因为你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吗 踏入人类未知的领域 找死 对找死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讲的近代的客树路 尤其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介绍这两部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他会去表达说 当人类开始在那边 假笑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 我们的客树路就会来惩罚 就很像是说 最近家里蟑螂很嚣张耶 该买一点绝来给他们死 就是当蟑螂本来都很开心 就说我最近偷吃到很多食物 最近什么大摇大摆来 走在路上都不会怎么样耶 之类的 然后其实有可能只是主人去度假 然后回来想说 你是家伙哦 所以我觉得近代的客树路电影 都会开始去表达说 当人类自己觉得可以do something的时候 就会狠狠的被赏两巴掌 你如果是在演客树路的电影 你只要随便踏进一个未知的领域 就是一个不吉利的开场 这部片也是有一个不吉利的开场 所以地心地险 如果有客树路元素的话 The Rock就糟糕跟你讲 他就不会是一起剧片 然后故事的一开始 就是这个女主角 她在深海底下的休息室当中刷牙 我记得是这样子 但是她的故事开展的非常快速 大概在开场五分钟之后 就突然一阵大地震 然后那个海水就高压直接爆进休息室当中 整个砖井的研究站 马上就要被海水淹没了 对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蛮惊讶 她很快就进入这种点了 像一般的灾难电影都会前面来铺陈一下 彼此之间人与人的关系 对对对对 她前面完全没有要给你来这些 没空没空没空 但她直接就爆了 他们当下就遇到一个问题 嗯哼 因为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求生活下去呢 像这种片他们一定会赶快冲到一个压力舱里面把门关起来之后 陆地上的人如果要来救援他们一定是来不及的 没空啊 这个时候他们的队长他就说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bump 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更下面的海底 其实有一个废弃的砖井站 那边应该还有救生舱 对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活下去 我们就是要穿上潜水服 走进这个海沟之中啊 摆walk啊 没有啦 他们看起来还是有摆elevator 哈哈哈哈 他们有先搭电梯上去啦 对 他们原本以为啊 走在海底已经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了 是 没有想到在这个什么都看不见的海底 好像还有something存在 something 他们就发现那不是地震 那个是有什么东西在哐哐哐的撞着他们的 我跟你讲啊 就是某个热爱海泳的鼓神 哈哈哈哈 可能就是我吧 应该 哈哈哈哈 应该是克苏鲁本人啦 最后结束 对了是克苏鲁 是克苏鲁本人吧 好像不是克苏鲁 反正就是某一个 热爱海泳的鼓神 对就是想象啦 就是我去海泳 然后惊动了一些你知道海底生物 海上来 哈哈哈哈 海上来就说哦地震地震 哈哈 我其实算是喜欢的耶 我觉得也还不错啊 算是我最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一点是在于 一来是又有克苏鲁原本的核心概念 就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 是 海底本来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嘛 所以其实就已经很可怕了 然后二来是也有怪物 所以他这边已经符合两个条件了 再来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加入现代人喜欢的灾难元素 人类对抗的元素啦 就是整部片让人家觉得说他们有一直在找方法 啊他们不是坐以待兵 比较欣赏就对了啦 对啊 然后他们的确也很能干啊 女主角那个机械工看起来怎么懂那么多啊 而且他在最后就是走上绝路的时候 他最有帅一波啦 对啊 那我才不会让你们这些鼓神就是好好的呢 你在游游我也要炸你一只脚 对啊没错 没错 他就是可能一只脚被炸断的那种 没有啦应该就是 我就应该就是像被水母遮到的感觉一样而已 好好好 其实哦 一直到最后萤幕 就应该说最后一个场景之前 他们也是都不知道到底他们在跟什么东西对抗 啊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这一部也是蛮好的 就是typical的克苏鲁片 有人说啊 他们一开始对抗那些小只的怪物 只是那个 古神身上的跳蚤啊 对啊 就是皮屑啊什么的啊 对啊 但是这个概念我蛮喜欢的 就是他们身上的跳蚤应该也很大一致 寄生虫也很强 就应该是说 如果你对于所谓我们谈的克苏鲁神话是有兴趣的 然后你又喜欢商业灾难片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就会看到一个混血儿 对对对 而且他混得蛮好的 是 长得蛮漂亮的 这样子 眼睛蓝色的 好谢谢哦 OK 但你如果你是想要看正统灾难片 那种有爆破有救援 然后有帅一波的 这部就比较没有 就没有 然后而且他的剧情偏单纯 他也没有什么斗智斗勇 其实也还好 他只是有在找方法 对对对对 但这部当中有一些励志的成分在 上昂爱不释手 像我这种励志笨蛋 我比较知道他想要干嘛 我就不知道这个新资产的爸爸在想什么 高队山 我实在是不知道 好啦我觉得这部还是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 还不错还不错 好啦那再来讲最后一部 我觉得我要给他怎么开场 B级喜剧 我觉得他不逼耶 我觉得他其实算是蛮有想法的 那我所谓的B级就是说 他想要刻意营造出那种比较low的感觉 我觉得也没有 没有吗 有吧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三部当中啊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这一部 我自己会把他下一个slogan啊 他有完转恐怖片 他叫做鬼屋 鬼是诡异的鬼哦 诡计的鬼 而且这部片啊 鬼屋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克里斯汉斯默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雷神索尔 因为这部片当初在上的时候 有因为雷神的名气被带起来 因为这部片其实是比雷神索尔先拍的 真的吗 我记得是这样子 只不过是因为雷神索尔先播 所以雷神索尔先红了 赚到赚到赚到 对所以大家那时候刚上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雷神怎么会拍这一部 看起来有点小众的片 而且他也是很多人心中觉得是蛮神座的一部片 诶有到神座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蛮别致的 啊我要讲 我觉得他看起来他有点想要 故意拍的有一点老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联想到那个什么 《银翼杀手》 比较古就对 对场景然后整体的感觉比较古 因为我觉得他除了像你刚刚所说的 他有故意把他拍的 有点年代的感觉 有点复古感 而且他也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对对对 他就是想要去营造出那种 黑色喜趣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他血腥归血腥 可是他有的地方还是会让你觉得有点荒谬到好笑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刚才会说他有一点逼啊 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很正统的 坦白说也是蛮我行我素的一部片 所以我那时候看也会觉得说 哇雷神索尔来演这个 他也是时间蛮多的 怎么会 诶我跟你讲呢 你只要演到这部片 就会被人家觉得说你的品味还不错 哦OK会挑剧本 会挑剧本 OK 他的故事一开始其实蛮突兀的 就他电影的一开始啊 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展开 他的氛围就好像他们在讨论一些不太震惊的事情 然后你本来会以为就是说 好这个故事可能是围绕在实验室下面开始开展的嘛 嗯 结果没有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之后画面突然一转 对 他就跳到外面去了 外面的故事在说什么呢 他就是突然围绕着teenager 总共有五个大学生 这五个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雷神索尔吧 哦 然后在学大学当中有的人很活泼啊 有的人看起来就是笨笨的啊 有的人看起来就比较务实老实啊 哦 然后有的人就是壮汉啊 哈哈哈 壮汉就是雷神索尔啊 就是雷神索尔 有的人知书达理啊 对对对之类的 对 那你如果看过很多就是恐怖片 你就会知道哦 这个组合其实蛮typical的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组合嘛 是是 而且他们这群人啊 他们正在讨论着他们要去山上 好像是某个叔叔家的别墅度假 结果他们到了这个别墅之后呢 却发现这里看起来有点阴森森的 嗯 而且还是在一个鸟不生蛋 旁边都没有东西的地方 林中小屋啊 对林中小屋 这个套路感 如果你是常看恐怖片的人 一定会很熟悉 就是在恐怖片当中 这些人就是必死无疑 死定了死定了 你前面有多疯 你后面就有多惨 而且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要到度假小屋之前 他们还经过了一个加油站 对 那个加油站也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对 而且他们还就是只是觉得这个加油站主人很Rude 其实你看到这边呢 你都还会觉得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恐怖片的套路 没错没错 他前面的刚刚说到实验室里面的人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到底要干嘛 是不小心片商把那个片段剪错了吗 太太白痴了吧 而且他们那个实验室里面的员工 我记得其实都是老面孔 都是知名演员 对最主要的员工 对对对对没错 都不是什么小咖 实验室里面的这群人跟大学生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部片有趣的地方 鬼才知道 鬼什么鬼才知道 为什么你要一直说到鬼才知道呢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整个故事就是说 其实这群大学生他们会经历的这些恐怖 某种程度上是被实验室里面的这群人所控制的 超重的嘛 对那我为什么会提到鬼才知道 是因为就像我们看鬼才知道的时候 会觉得这是一个对于鬼片是如何运作的 就是例如说你要怎么样策划敬畏啊 对怎么样策划敬畏 怎么样哪一些惊吓点会吓到人 哪一些时候鬼要出来 对同样的我觉得鬼屋他也是啊 就是说因为这群大学生他们所步入的这个悲剧跟恐怖 是由实验室的人策划的嘛 对所以他们一样什么时候会出现哪一些恐怖元素 对然后什么时候甚至我要给你一点催化剂 一些荷尔蒙 让你们情欲上升 然后我再啪一下吓你 当你知道说这些人所经历的恐怖都是被策划好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种像阿渣讲的黑色幽默 就会有一种喜剧感出现 对那个后色的喜剧感就会出来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这部片很醍醐味的地方 对啊 我觉得那个实验室很有趣耶 在不死人的前提下我很想去试试看 那一定会死人的 好啦我简单跟大家爆雷啦 就是那个实验室他们好像是每隔几年 对就是必须要策划一宗恐怖杀人事件 对而且这个恐怖杀人事件不是人杀人 是由怪物出来杀人 所以在他们实验室的地下 养了几百种不一样的怪物 他们就选定了这些大学生 然后把他们引诱到这个地方 让那些大学生随机触发某种诅咒 有点像是如果说他今天抽到了A 然后就有A的怪物 例如是双头犬出外杀他们 所以那个实验室就负责在操纵这些东西 那实验室之所以要做这一个怪物杀人事件 就是因为所谓的远古的古神呢 需要人类去进行这个祭祀活动 需要去娱乐他们的概念 需要去娱乐他们去祭祀 那所以就是世界各地 其实有很多这样实验室的组织 都养着不同的怪物 充满民宿元宿的怪物 我很喜欢那个 日本 日本他们就是那个飞起来 就有点像是咒院的小女孩之类的 有点真识感的怪物 在吓这些小学生 因为日本人最喜欢在学校场景里面 美国人就是很适合这个 乡间度假的时候在小屋里面一定会出事 所以他是整部片是这样子去 用这些活人的鲜血祭祀 这个克苏鲁的古神 没错 所以他的故事概念是这样 而且我记得他们的设定是说 只要全世界当中只要有一组成功 古神就不会醒来 对但是如果说你全部都失败的话 那个古神就会复苏 就会毁灭这个世界 毁灭世界 所以他们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很坏 可是他们其实是在拯救这个世界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说 好爱不释手 可是如果你以克苏鲁的逻辑来说 到底这个古神的醒来 没有醒来 是因为你有祭祀还是没有祭祀 其实你根本不会知道 对啊 只是他们这么觉得而已 对只是他们这么觉得而已 只是这个古神 他今天到底有没有要赶上班 我说这个古神今天 他到底会不会被老板骂 这都不是你们这群蝼蚁可以明白的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部片 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别致的 把恐怖片元素 以及就是翻完恐怖片元素 以及克苏鲁 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他就变成一种很另类的东西 会不会也像你讲的 就是说会不会这种片也有一点 需要一点品味的人 才会像你这么喜欢 会吗 我觉得这部片还算是亚俗共赏 真的吗 因为我就觉得他有一种鬼才之道感 所以就是 你要说他真的能不能到很大众 一定是不可能 对啊 看鬼屋这部片的醍醐 我也是在于说 你要对于恐怖片的套路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好好好 你才会知道说 啊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点北蓝 好好好 好啦那如果说是今天这一部 你跟前面的两部比呢 你会觉得他分数是多高 我觉得如果以我个人的喜好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一部会最有趣 如果你喜欢黑色喜剧的话 可能是8吧 我其实会给他到9 你会到9这么高哦 其实有很多创意是很难做到的 应该说我觉得 他的创意其实是很好 我觉得鬼屋跟这个深海终结战这两部 他都没有真的那么克苏路 那尤其是鬼屋 我觉得是克苏路的比例最低的 对 你喜欢去翻完恐怖片的元素 让他变得有一点点搞笑的 这种感觉的话 那鬼屋是蛮好看的 好啦 那我觉得最后还是可以问一下 你自己会有一些遗珠之憾吗 没有因为我以前对于克苏路的作品来说的话 我其实印象深刻是我 前几年有看了一部中国那种网路小说 叫做鬼秘 不是鬼秘是这样 叫做鬼秘之主 鬼是鬼祭的鬼 然后秘是秘秘的秘 然后之主就是他的主人 他其实也是那种转生系的漫画 因为转生系的小说 可是就是他转生之后 他体内潜伏着一个旧日的支配者 潜伏了一个骨神的概念 然后旧日的支配者也尝试想要自己复苏 身体的主人 一方面又察觉到他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他又发现说 这个特异功能可能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是骨神寄生兽的概念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是运用克苏路这种骨神的层次感 因为像他里面就有讲说 比如说高层次的力量 其实是不能直接降临到人类世界的 有点像是说我们其实很难直接真的介入蚂蚁的生活 你没有办法做一些很细致的操作 就像大家看克苏路电影会很常看到 天空破一个大洞露出一只眼睛 那种就是因为他的维度比我们高太多了 我们的世界对他来说就跟他的眼睛是一样大的而已 他对于这种克苏路的设定 其实是有蛮详实的说明的 其实我今天在楼下跟你聊天 听到你讲这部我会蛮想看的 因为听起来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啊 然后是好看的 然后我真的有把它看完 所以我也是因为那个小说 我觉得我对于克苏路应该算是蛮有兴趣的 但是当我看完《新之彩》之后 你突然发现你错了是不是 太天真了 我错了我只是对于他的设定有兴趣 我对于他的氛围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啊我就想说 你之前还一直信誓安跟我说 你好像对这个有兴趣 我想说真的吗 真的给我认识的尚恩好像有点出路 对啊 你接受得了何成兽吗 不要实际上看到实体就还好 看漫画可以 看漫画可以 对啊 这阵子这几年最有名的克苏路作品 其实说实话应该真的是怪奇物语啦 啊对怪奇物语 啊我有看怪奇物语耶 但是我觉得怪奇物语 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的原因是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悬疑跟冒险的元素 还有把小捧捧冒险 小捧捧自从长大都没有那么可爱之后 其实就真的好看度有降低 真的吗 最近的一季 其实就是他们长大之后 开始有一些 青少年情侣之间的吵架跟闹面 会有一些他们的情愫啊 对然后如果各位是 有喜欢哈利波特的人的话 就会印象很深刻 是哈利波特在倒数第二集吧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闷的 哦 史神的算物上吗 不是不是不是是混血王子的背叛 OK 对混血王子的背叛其实是非常非常闷的 因为他们都已经步入青少年 就会开始有很多自己的闹别扭跟吵架 人性就是这样子吗 对在那我就说就会比较闷 就没有那么直观那么可爱 就不是小朋友的天真 然后想要冒险 想要救伙伴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是是 怪奇物语我还是蛮喜欢的吧 怪奇物语的设定啊 氛围感啊 画面呈现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他那个颠倒世界非常非常喜欢 我还曾经差一点 诗心风真的买了那个 你知道乐高有出一个怪奇物语联名 然后他是有颠倒世界的 真的吗 就是他是一个楼板 他是一个框框 然后一个楼板 然后是有上下两个世界 是完全颠倒的 然后有不同的涂装 那为什么不买呢 买了没地方放 哈哈哈哈 好务实的一个原因 而且就是这种东西在我家出现 一定就会被小朋友拿来玩 好啦可是我觉得怪奇物语 我还蛮期待他的结局怎么收的啦 因为听说下一季就是最后一季了 再不收他们都要长大成人 再不收真的会难看起来 Eleven已经长得越来越像 莎拉杰西卡派克 哈哈哈哈 他就登登登呢 开始要欲望成事的下来 我就我不许你这么说 你就是在想什么时候 Semensa要出来 哈哈哈哈 有像吗 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像 啊我觉得今天聊了这么多 就是让人食不下咽的议题啊 食不下咽 我最后还是要问一下 我代表就是一个克苏鲁爱好者 诚挚的问一下 尚恩有坦开你的心胸 接纳这个世界了吗 我一直都很接纳这个世界啊 I don't think so 我接纳这个体系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更高维度的生命存在 这件事情是很有道理的 你只是不想要看他们的电影化 好骨神赶上班 我可以理解 哈哈哈哈 踩到我啊 算了算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很绝望啊 可是就是 当一切实体化 我生力其境 尤其像星之彩 这么生力其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怕 哦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体系 是怎么运作的没有关系 不要让我生力其境就好 嗯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不要让我经历这个 骨神大逃杀的部分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一集之后你就知道了 之后在路上看到蟑螂哦 还是对他们有一些些慈悲之心 对慈悲之心 好啦 终于要了解到节目的尾声 那当然也是不免 所得要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咯 留言咯 第一个留言呢 其实是在IG里面私讯给我的哦 嗯 他说你们好 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非常的喜欢 他想要推荐一部漫画 叫做 汤神君没有朋友 好看哦 敲完想听我们聊这部 但这部我真的没听过 我也没有听过 可是他画风看起来蛮不错的 说实话 看起来蛮有趣的 感觉是在讲高松生活的故事 对不对 这完全就是你的菜啊 高松生活感觉起来 好像又有一些爱情 感觉上我可能 今天回去就打开来看 反正就是非常的谢谢 我们新听众的支持 以及推荐哦 因为说实话我们其实 最近接收一些资讯的管道 还是蛮涉陷的啦 因为上班蛮忙碌的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新作品 愿意推荐给我们 或是推荐给其他听众 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是是是 好 那第二个留言呢 是留在Apple Podcast下面的哦 他说他非常喜欢听 上恩跟阿杂介绍漫画 是 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 都是透过节目才发现的 嗯 他说除了有内容之外 我们两位的对谈 又非常的好笑 每次上班偷听的时候 都憋笑到五脏六腑 快要爆炸 哎呦 有这么夸张吗 那你有觉得我们今天这集很沉重吗 不会啊 那你有觉得我们的慢财很棒吗 哎 目前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想要跟我们一样 淡忘这件事 黑历史 黑历史 哎可是我其实还蛮 佩服能够在上班的时候听Podcast的人 哦真的吗 我也都可以啊 你不会想要忍不住认真听在讲什么吗 还好 蛤真的吗 可是我没办法听太吵的啦 但是我们的Podcast在我心中是认定是不会太吵 真的假的 嗯 我都觉得很吵耶 还好还好 好啦那最后一个留言呢 也是留在Apple Podcast底下的哦 嗯 哇这几集的Apple Podcast留言都非常多呢 赞赞赞 他说收听我们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 他说我们是超好笑又有深度的节目 嗯 独处时的背景一定要播我们聊天的声音 真的还假的 感恩感恩 我是觉得还是有点太吵 不会啦 还行吧 啊 我懂啦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有的时候 明明没有在看电视 可是我会开着 哦对啊 对啊 我们也没有干嘛 我们就是在讲话而已 就是讲一些废话 再讲一些漫才啊 之类的 也是不用太认真听啦 好啦能够成为你的背景 那也是我们的荣幸 感恩感恩 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的题目 其实好像已经想好了 喜欢听我们聊漫画的那位朋友 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集就是漫画吗 因为我有发现最近这两集的 就是收听比较低迷 有吗 因为不是丢席的作品真的有差 下一集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啦 我们也会聊一部 丢席的作品咯 好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阿杂 我是上恩 好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